好,大家又和大家分享,鏡頭前面這一盤花需要替它換掉一些直料,和處理一下氣筋 這盤花都開到七七八八,都是時候見它的氣筋還可以是很美的,健康的 我都和大家說過,如果要做水培或半水培也好,趁直豬和氣筋還是健康的情況下,就可以適宜做水培或半水培 食工的機會比較大一點,鏡頭前面我本身也是用玻璃瓶種著它,裏面保留一點水苔和花,讓大家再看看這盤花 其實都還未開得完,但不要緊,換植料去燒包我都沒所謂,反正都看了這麼久 都頗清的,近期這些品種,花名就沒所謂,其實自己覺得順眼就可以了 希望它明年都可以復花,做法都很簡單,離不開都要首先拿它出來 對,我先拆掉配件,這些配件先拆掉,因為積積多很多,鐵線,鐵枝,鉗仔 然後就慢慢地,拆住花枝的僵位,因為這個已經剪過,這個是舊的 現在,我通常用這些位置,拿著這些位置,拆掉它出來,就不會傷到一盤花 大家看看鏡頭前面,在瓶裏面其實都沒所謂的,它那個... 在玻璃瓶裏面沒有洞的,玻璃瓶裏面種,其實都是可以的 首先我檢查一下盤花,首先檢查一下盤花,我先不會剪掉盤花 因為還可以看的,首先檢查一下根有沒有難 這根根也不算難,不過是黑了,不要緊,先清掉水苔 清掉水苔,清掉水苔,清掉水苔 正常的蘭花,我是給多一點點的,雖然我在玻璃瓶裏面種植 但是,它就很吸水的,變了它很快處理乾的 既然我見它乾,這個品種我通常都會給多一點點 正常情況下,我都會給多一點點水,讓它滋潤一點 就不會經常都好像乾、皺、皺、皺一樣 先小心點拿走一些水苔 看到這些表面,其實靠近陽光比較多 台也很多,沒所謂的,它自己本身寄居裡面 根根是不會有影響的 現在就要把舊的水苔,或者轉一轉手 因為鏡頭不太適合手 我就把一些水苔拔走開 對,不要緊了,它都養了一段時間 基本上其實它每一次任何花都是 你翻盤,多多少少都會有傷口 待會我都要剪根,怎麼可能沒有 防禦翻盤,一定是造成有傷口 所以不要緊的,你最重要做好消毒情況 其實這盤花不會有太大問題 你見它能開花的,自然就健康了 一年過去的時間,你在玻璃瓶裡種 其實有一兩條根是爛的,其實是很正常的 等於你的根露出來也會乾 像這些那麼平瞄的葉 現在你就不愛了,拔了它,就清掉它 不要再愛了,這樣 看看哪些根是壞了的 像這些,其實這些都很硬的 但我不愛了,就剪了它 希望它可以掌我的新的,像這些我就不愛了 我其實都很,剪根也不會去想 譬如有時候,如果這個植株比較健康 和葉素多,其實我都不主張留那麼多 老根,或者壞了黑頭的根 因為我覺得,既然你還是要翻一次盤 那做得徹底一點 一次過做得徹底一點 當然,你可以把盤倒出來 剪了一些根,甚至有些人不剪 直接換了水苔去,然後把它包回去 塞到杯子裡,有 如果你盤數多的,有些人都會這樣處理 但我就是半...怎樣說呢 就是享受那個過程 例如你說,那盤花要處理它 慢慢地拍片,跟大家聊聊天 等於跟空氣聊天而已 只不過開著鏡頭 我也挺享受這個感覺 尤其是你們有時候會留言 大家分享一下,那些問題 對不對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反正拍片其實也不用錢 看片也更加不用錢 我覺得透過這些平台去聊天 我覺得交流下期也不錯 反正大家也看不到對方的樣子 看到又怎樣 只是聊天,吹水而已 有什麼所謂 檢查一些根 我覺得也挺自在的 我覺得這樣也挺自如的 譬如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看到那些花在發生什麼事 那邊說邊看邊聊 好像這條根其實也挺漂亮的 但因為它斷了,我不愛了 斷了,我就不愛了 其實是可以救回來的 但它折斷了,我就不愛了 反正它這麼多根 是不是? 你留那麼多也沒用 你下了盆 其實它基本上會重新一些新的 那你何必要留那麼多 舊的根呢? 因為你下了盆之後 舊的根呢 如果有折斷 或者本身是已經老化的 你再保留它 可能你包回去之後 用水苔也好 水培也好 你包回去之後 它其實的爛的機會也很大 因為它始終會老化的 那變了你到時候 可能你半年後 它在那個水苔 或者在植料裏面 腐化的或者爛的 那其實不是還影響其他的氣根 是不是? 那倒不如早點處理它 算數吧 好了 那我就大致上保留了這一堆 這一堆根也OK的 那我就去沖一沖水 好了 洗完了 清洗完了 還是處理一些葉面 這很重要的 每一年 或者是一兩年左右 你需要翻盆的時候 做多一點 那這盆花就會比較耐 又健康一點 清洗完之後 當然有損傷 但是不要緊 是嗎? 葉有三層 是嗎? 再看看下枝花 大突寫 這樣處理好之後 也是這樣 微微地吸乾一點水 當然你可以放在這裡 讓它吹乾一點 也可以的 這個時間 沖完水 再檢查一下根 看看還有沒有流氓之餘 是有問題的 再處理一下 你看到那些縫 跟與根之間的位置 現在很乾淨了 這樣 變成了 徹底 就可以清潔好 記住 如果中間 處理得不好 有時你 寄居一些爛的根 或者一些附庫的水苔 很容易 裡面的垃圾 我自己覺得 裡面會有些腐化的東西 很容易引到蚊子 蚊子很喜歡走進去 大家注意一下 盡量在這些根頭 這些位置 處理得好一點 乾淨一點 這樣就 很自然 種下去就很簡單 我也是用回剛才的玻璃瓶 我剛才已經是 看見它本身是會消消毒的 因為它現在還有一枝花 我就不放了 我就直接放進瓶子裡 因為我打算當它是 因為我看到它的根器很粗 而且之前做了半水培 那我就索性就試一下它 用來做全水培 這樣 定了位置 因為現在還有一枝花 我也是用一些配件 綁著它 因為還可以看一下 還可以欣賞一下 這個位置好像 還可以呢 又或者是 嘗試放另一個位置 如果撐這裡會不會好一點 撐這裡 好像幫助不大 插分這邊 這邊就比較穩陣一點 因為都不會放太久了 因為一枝花都會剪掉 到時鐵枝都可以拿走它 叫做磅磅磅 放下去 簡單單 這樣就入了瓶子 對了 入了瓶子 然後呢 就入了些水下去 那開頭呢 就不要倒那麼多水 因為始終它 都是移動過去 那我就會拿一些叫做過濾了的水 過濾了水 然後呢 就放回去 好 我給的水位呢 通常都會給到那個 碰到那個盆底 那個玻璃底 有幾條筋碰到水呢 那就OK的了 暫時勝 這樣 過多一段時間 如果我連枝花都剪掉的時候 可能會給多一點水去 再施肥 這樣 因為現在有花 我就不施肥了 那最主要就是 見蜘蛛健康 和筋有健康的情況下 我都會 和牠處理了 洗乾淨的筋 讓牠 日後轉做水培 或者 不是那麼理想的話 打個比喻而已 那你做半水培 其實都是容易控制的 因為跟著感染 那盆花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會花很多時間去救 知道有這件事就OK的了 不代表真的要去做的 因為市場花不是很貴 但是 這樣就可以處理了一盆的水培了 這樣 一定要掌握時間 但更多健康 植株健康 和天氣 20多度 那你轉做水培 拆植料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一個時機來的 OK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平時買回來的蓮花 或者平時買回來的蝴蝶蘭 當它花借了 甚至乎帶花入水 都可以的 要自己衡量植株健不健康 葉素多不多 葉挺不挺健康 筋多不多 當你覺得花需要 不看了 就剪了去 因為你不剪花 那些筋不會生的 葉不會生的 你要明白這個道理 因為我看到前面這兩個孔 還可以 剛剛開的 我看到它還是有少許 後面就差不多借了 但是 也不想浪費了 不要緊 連我都拆了積料 基本上它的底部 就不會再負爛了 甚至它可能會變差了 到時我想做水培 都會爛了 好嗎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簡單 好 拜拜